我将每位调查的接力棒交给我的同事孙迅 他现在就在离海宁不远的洞庭东山 在那里也有一种水中鲜味是不能错过的 而且这种鲜还和一种奇特的声音有关 多 一种吃东西的嘴部动作 嘴巴撅起 紧缩 往静一吸 同时也会发出声音 每到春夏交替的时节 这种作食的声音 就会在东山古镇的小巷中此起彼伏 究竟是什么味道能让东山人不顾吃相 作得如此津津有味呢 沈大姐 土生土长的东山人 从小在渔船上长大 八岁开始为全家人掌勺 跟锅碗瓢盆打了半辈子交道 沈大姐早已是古镇里烹饪农家饭的高手 要想吃到她的手艺就必须提前一周预约 而姐吃什么也得大姐说了算 时令就是她的菜单 什么最先她就做什么 东山的千鲜百味全由她一手掌控 我心心念念要找的那种作的声音 会不会在大姐这里找到一点线索呢 大姐 你来了 干活呢 粽子 拿地粽子 干活的时候吃吃 饿的时候是吧 饿的时候 找到沈大姐恰巧赶上她要出船 看来我能在美丽的太湖上提前看到大姐的菜单了 我来叫一声老头只要开船了 什么晚还不开船呀 用到这些时间 沿着狭长的水道 渔船驶进了太湖 一望万寝 满眼必波的美景 也让我想起唐太师人温婷云的两句诗 今日太湖风色好 却将诗句起于宫 看来自古以来 吸引文人默客们来太湖游玩的 不仅是这里的美景 更有水里的美味 太湖横跨江浙两省 水产丰富 仅仅是鱼类就多达一百多种 只要物色到合适的捕捞地 就能把仙一网打尽 那么在它们中 又有什么是不能错过的仙呢 这个一看好像不是特别难 有这个工具就挺好弄的 就直接扎在里头就行是吧 就上下这样裹让它进来是吧 对你能感觉到那个泥它的阻力 然后你就往下大概伸一下 大哥用的这个长相奇特的工具 就是他们补螺丝用的汤网 三米多长的竹竿 接上一段被劈开的竹筒 这样不仅能让螺丝乖乖入住 而且还不会损坏湖底的淤泥 大姐告诉我 它们从小就用这个 比起现代化的捕捞工具 这种传统打捞的温和手段 能让太湖水域的原生态环境 保持得更加完好 看看我这一网有没有多少收获 来 感觉挺沉的 蛮多的 蛮多的 是很多 我给它涮一下在这 火 这个是老头衔 老头衔 这个时间长了 像这个就比较正当时 这个螺丝现在就是这么大一般 好大 这个螺丝两年也就要这么大了 两年长这么大 这个水草我们养鸭子 养鸭子 养鸭子 红花蛋 对啊 所以其实真的是 太湖里面都是宝贝 太湖里都是宝贝 原来在这个时节 水中不能错过的鲜 就要数这种宝各大的螺丝了 螺丝 一种软体动物 喜欢趴在湖底柔软的淤泥上 吃些水枣等植物的表皮 它们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 非常挑剔 水质必须干净 水温也要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 不能低也不能高 否则它们就会钻到淤泥里 去闹绝食 所以清澈的太湖水 不但是和它们居住 而且还能忧生忧郁 养出饱满的上瓶螺丝 我苦苦寻找了那种作的声音 就是因为它 螺丝只有把肚里的泥沙吐干净 才能获得入口的资格 但另一种实力鲜味 黑咸 却可以直接跳进锅里 在太湖里面直接就这么下锅炒了 很有感觉 来 别泡炒了是吧 炒 哇 放酒 放黄酒 这就是你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小时候就是这样 是吧 现捞然后现就在船上炒了 吃了 大船卸入来一起这样炒 这就是摊是吧 好香啊 闻到了吗 是 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呀 大姐 一个一个开来了 就化水 咱这口已经开开了 加水来 好 这锅美味让我无比期待 然而对于大姐来说 这却是她从小就吃惯了的家常味 哎呀 这个汤好酸呀 哇 吃这个东西晚上睡觉了 一喝了一碗汤了 舒服得了 没有什么嘴巴里面 没有什么味道 舒服得了 都要盛出来 好嫩哦 嘴巴里面清甜上上的 清甜的 清甜的 它有清口的效果 所以有时候我控的时候 吃吃 吃了不想吃其他的东西 简简单单的一锅鲜子汤 却能让人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 都变得活跃起来 据大姐说 这种太湖里的新鲜黑鲜 现在都会出口到国外 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只是刘霍天的功夫 我们周围就多了好几条渔船 如此大张旗鼓地打捞 难道是要上什么大场面吗 而大姐的石令鲜味 已经顺利就位 就要看怎么才能发出 作的声音了 螺丝想要出淤泥而不染 让人作得干净痛快 就得先让它把肚里的泥沙吐净 这可难不倒沈大姐 往清水里倒一点色拉油 这种香味能让螺丝浑身舒坦 等它们彻底舒展开身体 泥沙自然也就会顺势而出了 不过这里能发出作的声音 却还有一步之遥 剪掉螺丝的尾巴 头尾两端的空气一流通 里面的肉就容易作出来 炒的时候也更容易入味 而且还能彻底消灭寄生虫 大姐告诉我 每年一到眼下这个时节 家家户户买螺丝 一买就是十斤二十斤 回家先养在清水缸里的泥沙 要是家里有小孩 那就更像有了玩具一样热闹高兴了 味道不错 你看怎么做吧 一下 一下就出来了 这一点也是你做的味道 好吃呀 好吃呀 你没有力气 大姐说我没有力气 我这不服气了 捉螺丝 捉螺丝 这种根本停不下来的乐趣 只有会捉的人才能彻底体会 虽然身为江南姑娘 但我表示非常惭愧 因为我对捉螺丝还真是一窍不通 就算捉到腮帮的发酸 大脑缺氧 我特意配合大姐来吃幸福 也都只能是吸吸汤汁 尝个味儿而已 虽然没能速成捉螺丝的技巧 让自己畅快的大作特作一番 但我既找到了太湖里的实令之先 也破解了作声谜团 可不知为什么 太湖上大张旗鼓打捞的那一幕 始终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究竟是什么事 需要这么大的阵仗呢 哇 大哥 您好 您好 你拿那么大的锅炒螺丝是吗 今天为了比赛嘛 有个大锅 什么 您说比赛是吗 什么比赛 施螺丝大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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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螺丝大赛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比赛 看来东山人还真是这种实令鲜味的铁杆粉丝啊 而用一口大锅炒几十斤螺丝 这可真是对耐力和厨艺的全能考验 大哥告诉我掌握火候是关键 一定得恰到好处 这样炒出的螺丝才好作 比赛选手才能有最好的发挥 同样是酱炒 沈大姐是用黄豆酱来诠释 而这位大哥则是用辣椒酱激发食欲 再加水 炖煮到沸腾 这一锅螺丝就可以出锅去赛场了 三 二 一 开始 不分年龄 不论男女 一分钟倒计时 谁做的螺丝最多 谁就赢 没想到比赛规则竟是如此的简单 我的口令一发出 现场就作声一片了 左右快动 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马上就到了 加油 加油 完全不顾吃相 只管使出吃奶的力气全力去捉 东山人到底有多能捉 多爱捉 我想眼前这个场面 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吧 这个小朋友在使劲地扣一颗 你先放下换一颗 这个不太好吃 能引发一场比赛 甚至像节日一样约定俗成 而每个人也都欢欣鼓舞 此情此景让我觉得 坐螺丝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 品尝一种食令之仙 而是从味蕾上 绽放出一种美食文化的味道了 你看啊 这三个人 这个盘子里的壳是最多的 来 三位大哥先告诉我好不好吃 好吃 要是再往下捉 还能捉得动吗 还可以 还可以啊 一定要有练的 是吗 你平时天天吃吗 是 天天吃 清明之前我天天都吃 面对螺丝 我是满怀挫败感 现在好不容易碰到 这么能捉的大哥 我可要好好讨教讨教 这捉螺丝的秘籍了 就是用那个舌尖 顶住下面那个牙齿 一鼓做气这样 一缩 一鼓做气也不行啊 实在不行的话 放点汤 吸 过来了 是吗 终于吸出来一个了 江南有句古话 一味螺丝千斑去 美味佳酿均不及 桌上一盘味道绝美的螺丝 对于东山人来说 这恐怕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这菜湖里面不容错过的仙 已经被我成功找到 现在我要把调查的目光 投向更辽阔的水域